中式版霸凌 校服分颜色 校园霸凌事件近年层出不穷 住手 台中多所国中为了反霸凌各出其招 有的将学生衣服颜色分色作为区别 有的学校还规定各年级不准互相联络 今年级学生还不得接近学长姐的教室间 一名张姓家长爆料 就读从德国中一年级的孩子 不敢拿东西去给读二年级的表哥 询问导师才知 校方严禁低年级行经学长姐教室区域 否则就寄警告 后来家长还发现 四真 至善和中山国中都有相同规定 他认为这样严重违反学生人权 并损害交友权益 也有家长气愤表示 连饮水机坏了 孩子快可死 也不敢跨城取水 但也有家长支持 双十国中则以运动衣领分颜色 来区别不同年级 大到国中则以穿不同颜色制服来区别 对此四真国中回应 实施后霸凌现象确实减少许多 但人本基金会抨击 私自将学生分级 等于是学校带头霸凌 也会令学生产生莫名恐惧 动新闻反霸凌 应有更好的方法 报道 等于是计则外聚 商人 谢谢大家